眼泪逆流 最温柔的悟饭终于爆发 浑身带电 这正是超二的象征 无与伦比的速度瞬间从沙鲁手中拿过仙洞 沙鲁半天才反应过来 可恶的还想争夺而此时悟饭可顾不上他 大家还在与小沙鲁苦战眼看就要被杀 悟饭瞬间来到一只小沙鲁面前 只是一击就将之击碎 贝吉塔一脸蒙这小东西 可是他拼了命都打不过的存在 再次瞬移到克林身边 小沙鲁抓起克林还想威胁 悟饭淡淡抬起手 强大的压迫赶下的另一只小沙鲁慌忙逃窜 威胁的这只也吓得失去理智奋起攻击 强大的爆炸后悟饭已经抱着克林在身后等待多时 落地小心放下克林又回到小沙鲁身后再一脚僵之踢碎 整个过程只是一顺而已 沙鲁简直不可置信 悟患剩余儿子全体攻击 有发气远斩的 有发龟派气功的 甚至还有模仿天津犯的技能气功炮的 而不用想这些攻击全部无效 处理完小卡拉米后将仙斗丢给特兰克斯 霸气的命令让他分给大家 接下来就是主怪杀戮了 正在电视前观战的琪琪愤怒不已 这么小就打架回来一定要好好骂他一顿 牛魔王真听不下去了 骂琪琪不懂事理 悟饭可是在为了保护地球而战斗啊 谁知琪琪一把将电视砸掉 甚至还把爸爸踢出房外 悟饭成为学者在他心里是宇宙第一大使 此时沙鲁和悟饭的战斗已经开始 上一集还天下无敌的沙鲁 此时连悟饭的毛都摸不到 愤怒地踢出林立一角 一番击打后两人又开始了力量对碰 从表情可以看出沙鲁在全力出击 而悟饭却很随意 战斗鼠是精彩 左下角的龙珠手游也很好玩 开局就送一百连抽筷去试试了 贝吉塔看得满头大汗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强大的轰击阵的撒旦徒弟抱头握倒 不幸的战局突然转到这边 沙鲁超强一拳直接轰下方圆百里剧烈爆炸 而悟饭在那一瞬不仅躲过攻击 还把四人全部救下 比克佩服的对悟空说 原来你先上场是为了让悟饭了解沙鲁的招式 悟空却说这完全是两回事 因为此时悟饭的实力已经完全碾压 在绝对实力面前招式什么的都是浮云 激战再次开始 悟饭完全就是在玩弄 沙鲁愤怒不已根本打不到对方 一拳再次打空轰到石头上 左找右找发现悟饭已在远处天空 看着对方装逼沙鲁怯的一声转过身 而转身的功夫悟饭已经在他面前静静看着他 这太欺负人了沙鲁忍无可忍 不过完全体的他还是很有理智的立马稳住情绪 嘲讽到不会以为这样就能击败我吧 好好好 再忍自己就不是男人了沙鲁开始疯狂透支力量爆发气息 恐怖的能量令地球乃至宇宙都未知颤抖 暴气完超速一拳轰出这次终于打到悟饭 可就在他得意时却发现悟饭根本没受伤害 他抬起手还想再接攻击肚子突然挨上一拳 与之相比这一拳简直把他五脏六腑都打碎了 吐着绿水的他又想攻击悟饭再次一个上勾拳打出